各位旅行者,准备好了吗? 我们将带你们踏上一段难以忘怀的五天之旅,穿越到日本的新藏地带,充满活力的大阪市。 我们将带你们踏上一段充满文化和历史的旅程,探索古老的寺庙,现代的景点和美味的美食。 第一天,我们的旅程将深入挖掘大阪的历史。 我们的第一站是壮丽的大阪城,这是日本过去的标志性建筑。 这座城堡,建于1583年,在日本的统一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 漫步在美丽的西志湾花园,参观城堡的内部,揭示它悠久的历史。 接下来,我们前往大阪历史博物馆,这里可以鸟看城市的全景,并展示了大阪在几个世纪内的变迁。 为了完成我们的历史探索,我们将参观大阪住宅与生活博物馆。 在这里你可以时光倒流,体验江湖时代大阪的生活。 第二天,我们将全身心融入大阪充满活力的街头生活。 我们将在道顿窟开始,这是一个繁忙的娱乐区, 以其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标志和美味的街头食物而文明。 接下来,我们前往新世界,这个区域于1912年设计,代表未来。 品尝串闸串,当地的美食之一,并探索标志性的通天阁塔,欣赏城市的壮丽景色。 第三天,我们深入探索大阪的宗教和文化遗产。 我们的第一站是四天王寺,它建于公元593年,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庙。 其宁静的花园和美丽的五层塔,使其成为一个宁静的绿洲。 接下来,我们参观筑集大社,这是一座以其如画的红色桥梁和独特的建筑风格而闻名的神社。 思考这个历史遗址的精神意义。 为了为你的旅程增添国际元素,探索阿玛米村,一个展示各种国际文化的文化中心。 第四天,承诺多彩多样的体验。 在日本环球影城,这是电影迷和寻求刺激的人的天堂。 公园的主题景点和游乐设施将把你带到你最喜欢的电影世界。 下午,参观大阪海洋馆Kyakon,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馆之一。 探索环太平洋的海洋生物,包括一个有着庞大金沙的中央水箱。 随着一天的展开,我们前往金面公园,这是城市之外的自然爱好者的天堂。 在这里,你可以进行一次清新的徒步旅行,欣赏壮丽的金面瀑布,并不要忘记尝试当地特色豆腐火锅。 在我们的最后一天,我们将沉浸在大阪美食和风景的愉悦之中。 飞门市场,这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美食爱好者天堂。 尽情享受寿司、生鱼片、章鱼烧等各种街头食物。 下午,探索大阪湾区。 在这里,你可以参观未来主义的天堡山摩天轮,引人入胜的乐高、探险中心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游馆巨型摩天轮。 为了结束你的旅程,乘坐大阪湾游轮,欣赏城市和海湾的风景。 当我们结束在大阪的五天冒险之旅时,你已经探索了历史、现代、文化和美食的迷人融合。 大阪之魅力在于它能够弥合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鸿沟,使其成为必去之地。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,以获取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体验。 直至下一次,继续探索,保持微笑,创造回忆。